修罗族以人骨为柴 以鲜肉为食 无不堵落 若这光明非得由修罗族 践踏我们的尊严和性命才能获取 那我宁愿亲手将它熄灭 在这黑暗中战斗至最后一刻 上古1358年 世间仅存的五位上神 与上仙还清 赦灭了象征修罗族统治的万古灯 创世之战由此掀开 龙族 九旗族 血英族 四叶汉诞族等 数百仙族纷纷响应号召 加入战局 漫长的战役 漫长的牺牲 漫长的黑暗 只为证明尊严 更甚于生命 叶渊君还是没有回来 估计你把我的事情给忘记了 怎么连榆墨都没有来呢 你怎么才来 知夏 应渊君肯定还在凡戒散心呢 云墨或许被什么事给办住了吧 你就不要太担心了 现在演到第二幕了 我马上也该上场了 你赶紧去准备准备啊 知道了 你赶紧去准备 被冥仙君 嫉妒兴君 战争结束了 我竟然感觉不到 结束的喜悦 一百三十四个先祖 因此战而灭族 这是第一百三十五个 咱谱 此族竟然有幸存 这是四叶旱旦 花开之石 响畂献世 正宜 养在瑶池之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这妹妹真会来事啊 先是炎诞 以创始英雄传一系 感谢诸神众先的创始之功 愿三界再无战事 永至不忘 以事先烈 欢言如炼 悲苦如己 农者必枯 淡者屡身 看来应渊君为你起的这个名字 很合适你啊 四叶汉淡 有女如此 看来你可以再一次光耀门楣了 言诞愚钝 信而得到应渊帝君的相助 才有了今天这场戏 愿不负帝君苦心 更愿三界再无战事 勇姬英雄 你看 此夕众先家因你而欢言 皆是因你之巧思啊 看来如 一掌欢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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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